明天就是大婚的日子 准新娘却一丝不挂地惨死在了公园的湖中 只留下年迈的老母亲哭得肝肠存断 哀求记者一定要帮她找出杀害女儿的凶手 老人的女儿名叫杨燕 来到杨燕的家里 记者首先见到的就是还没来得及贴的戏子 还有家人早早就备好的嫁妆 一床床的棉被虽然并不贵重 却足以见得家里对杨燕的重视 可杨家为何喜子还没贴上就要换成灵堂呢 记者问起杨燕出事的经过 母亲说女儿那天像往常一样提着垃圾出门 走之前还说要去附近的公园转一转 随后就在也没有回来过 感觉不对的家人也给杨燕打过不少电话 杨燕一开始说会马上回家 再到后来就无人接听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杨燕的哥哥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 说在公园的河岸便发现了杨燕的衣服 一家人匆匆看到 却发现杨燕矜持迢迢地漂浮在户里 经过尸检 警方发现杨燕的身上有两处明显伤痕 一处是左手手腕被刀片划伤 另外一处则是轻微地擦伤 但这两处伤痕都不是导致杨燕死亡的直接原因 警方发现杨燕的口鼻处有迅行泡沫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吐白沫 因此警方推断 杨燕当天很有可能是先用小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腕 然后跳入湖中溺水身亡 记者听了有些疑惑 便问家人杨燕是不是对即将到来的婚姻有什么不满 母亲却直言绝不可能 因为杨燕和女婿其实早已领证 这个婚礼只是不办的 况且女婿家里条件十分优渥 家务也都被婆婆爆烂 杨燕本人对这段婚姻也十分满意 母亲认为女儿绝对是她杀 因为后续调查时 家人还曾发现杨燕当天佩戴的金项链和金雕坠都不见了 所以他们猜测有人磨财害命 但这些东西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 为了怎么点东西就磨财害命 就连哥哥也不相信 正当整个杨家都在白思不得气解释 杨燕的丈夫却发现妻子竟然可能是被情杀的 明天就是大婚的日子 准新娘却一丝不挂地惨死在了公园的湖中 只留下年迈的老母亲哭得肝肠存断 哀求记者一定要帮她找出杀害女儿的凶手 然而就在此时 杨燕的丈夫却突然拿出了妻子出轨的证据 原来就在两家筹办婚礼时 杨燕的微信里却突然多了许多陌生男子 丈夫发现这些男人都对妻子嘘寒问暖 而杨燕也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真实信息都发给了他们 有些人甚至还知道她家在镇上开有超市 丈夫说 以前她就发现妻子经常捅过附近的人家好友 愤怒之下 她就把这些人都删除了 但很明显杨燕又把他们加了回来 甚至就在离世当天 杨燕还把公园湖边的照片发给了一个网友 这是周四的时候让她发照片 吃饭了 这就是她走了时候是吧 9点55 我在公园 一个人忙我一晚都没睡 是 笑 定人 不知道了 随后 记者又跟着杨家人来到了杨燕出世的湖边 哥哥说出了斗士的项链和吊坠 他们还发现杨燕身上的内衣也不见了综艺 石头上面也只剩下了一只面鞋 再加上每每一丝不挂的丝法 哥哥认为杨燕的丝绝对不简单 但警方还是给出了杨燕属于自主跳河的推测 看着岸边整齐堆放的棉衣 记者也觉得杨燕这身打扮不像是出来跟情人见面的 就在这时 杨家的亲戚又提供了一条线索 原来杨燕几年前还曾有过一段婚姻 前夫非常暴力 动不动就对杨燕拳脚相加 甚至离婚以后还放出狠话 声称要让杨燕这辈子都结不了婚 杨家人怀疑 前夫很可能就是知道了杨燕准备再婚 因此杀害了杨燕 还打电话通知了哥哥 他们之所以这样怀疑 是因为杨燕出世后家人还没来得及报警 哥哥却接到了一个私人电话的通知 记者马上就给那个号码打了过去 不过对方却是公安局的一名辅警 因为杨燕的电话当时虽然已经没电关机 这位辅警却在手机重启的几秒内 记住了最后一个未接来电 这才给哥哥打来了电话 事情似乎又一下回到了原点 但母亲的话很快给了记者灵感 明天就是大婚的日子 准新娘却以思不挂地惨死在了公园的户中 只留下年迈的老母亲哭得干肠存断 哀求记者一定要帮她找出杀害女儿的凶手 可警方通过事件 却给出了杨燕士投护自尽的推测 对于这种说法 就连杨家的邻居都坚决不信 这时记者又问起杨燕生前是否受过什么刺激 母亲这才说起 原来杨燕和丈夫一年多前就已领诊 但两个人是疯子成婚 杨燕怕肚子太大穿婚纱不好看 于是就想等孩子出生后再举行婚礼 半年前杨燕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孩子才刚慢五个月 却在独自睡觉时突然离世了 在丈夫那里 记者也证实了杨燕母亲的话 女儿的夭折 对丈夫一家的打击都非常巨大 可杨燕的母亲却说 女儿在得知孩子夭折是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悲伤 此后的情绪也回复得比较快 后来全家人在烧香时遇到一个高人 高人见以家里应该半场喜事来重重喜 于是两家就决定把原定的婚礼提前一个月 让夫妻来尽早从丧女的悲伤中走出来 带着这些信息 记者找到了心理医生进行询问 这才得知 杨燕可能是因为精神突然崩溃而投护自己 原来杨燕对女儿的突然离世从未放下 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 杨燕急需有人陪伴 可当时的家人也都沉浸在悲伤之中 没人能给予精神上的抚慰 杨燕这才开始在网上疯狂加好友 后来 为了冲喜而举办的婚礼又成了她新的压力来源 忙碌的家人更加没空去关注杨燕情绪上的变化 杨燕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负面情绪吞没 只希望那天的河岸 真的能带走她心中的忧伤吧 现在 杨燕的母亲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女儿当时的痛苦 只愿大家通过杨燕的故事 能够学会关注身边人的情绪 学会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而不是只将安慰留在口头 不要等悲剧发生了才懂得后悔